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在BOTO P裡面處理適合雷雕用的點陣圖 首先我們可以到影像裡面的調整 把原本的色彩把它換成黑版的 接著我們可以透過亮度對比、色接或是像曝光做一些調整 讓整個影像的對比跟亮度的程度 可以不要差異太大 因為差異太大,比如說像這種黑色的地方 如果是純黑色的話 用雷雕之後它就容易變得太深 完成之後我們可以來把它的解析度調高 那您用300到1000左右的解析度 可以增加很多的這些像素點 那這個對我們在做雷調的時候會比較精緻 完成之後我們到濾鏡裡面的像素化彩色半調 它就可以模擬出黃板印刷的效果 上面呢就會產生這些黃板的一個顏色 那如果你要再更細緻一點 可以把這個半徑把它調小 這樣子的話呢它的點就相對會很細 不過像素比較多相對 Photopeak處理起來 畢竟它是雲端的服務 所以也會要稍微等一下 那加上這個濾鏡之後 因為它本身是有顏色的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黑白的動作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再拿到雷雕那邊去做這個設定 現在呢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使用的是Creator 這個免費開源的影像素化軟體 它也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那首先一樣到濾鏡裡面的色彩調整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去色的濾鏡 把原本的彩色色氣變成黑白照片 接著再到濾鏡裡面的色彩調整 你可以使用加亮或者像色階 我們來做它對比的一個調整 把這個中間調我們往左邊移動 這樣顏色相對會亮很多 接著呢如果我們希望黑色的部分不要輸出那麼多 我們可以把輸出色階的黑色調整 右邊一點 讓整體的影像就是黑色跟白色之間的對比 稍微減弱一些 接著我們這邊調整影像的解析度 一樣的可以把它設成300到1000像素左右 接著呢我們可以到濾鏡裡面的藝術效果 半色調就可以做到網點的一個印刷效果 確定之後呢我們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你就可以看到它處理的方式就跟Botoshop非常的接近 那一樣的我們可以從檔案裡面的另存 就能夠將它存成TNG的點陣圖 拿到雷雕的軟體裡面來做操作 然後這裡� 在冷卻三月之為 先把手放進去 然後來この下一個